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近日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 展開了口罩外交的攻勢 分別向歐盟、美國和自己的邦交國 合共捐贈了一千萬隻口罩 而且還取得了大成功 今天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賴欣 甚至在Twitter上公開稱重台灣的功德 到底人家怎麼說呢 他說歐盟感激台灣捐贈560萬隻口罩 以支援歐洲的防控工作 我們非常感謝這種團結的表現 目前處於全球大流行的情況 需要國際團結和合作 這樣的行動展現了我們團結是可以更強大 這種由衝的致謝 很多國家想擁有的 只不過恨來恨去也無法恨 所以蔡英文總統真是厲害了 使出了一招口罩外交 成功反制大陸的醫療外交 禮記也有說 禮上往來 往而不來非禮也 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得到歐盟主席的激讚 台灣外交部也有回應 他們說 目前需要全球團結一致共同應對 台灣和歐盟是理念價值的夥伴 尤其是歐盟一向都支持我國 即是中華民國 參與世衛組織 現在歐盟遭受到嚴重影響時 台灣政府和人民適時伸出援手 以實際的行動支持歐盟展現團結 不單止證明 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 亦都應驗了Stronger together 即是團結更強大的理念 台灣和歐盟攜手抗疫 更能有效地防倒疫情的確診 你說真是回應多麼大方得體 又不需要咬牙切齒 又不需要潑虎麻糟 又不需要駐外的市領館人員 即是台灣當然沒有 或者駐外機構的人員 享受密切監察人家的政要在說甚麼 有沒有批評自己的政府 台灣樹立了一個非常良好的榜樣 就是告訴全世界 不需要搞那麼多無謂事 最重要是做好自己的本份 確保得到台灣生產的物資是優質的 這樣就夠了 大家看看中國的物資就真是搞笑了 在昨天澳洲當局查獲到 從中國進口的劣質口罩和防護衣 已經充公了80萬隻中國的劣質口罩 估計市值是120萬澳元 折合港幣大約是560萬左右 這個當然就是 反映出中國製造的品質似乎都很大瑕疵 不是說你每一個批次的產品都有問題 只不過你經常搞不搞又被人抽出 說你那些物資 劣質 或者是你那些試劑準確錄有問題 使得人家對於中國製造的產品 就是失去信心 對不對 除了澳洲以外 荷蘭也曾經 公開回收過60萬隻劣質的中國口罩 在這方面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又有辯解 當然他就不承認是中國的責任 他就說 據中方相關部門的初步調查下 就知道那批口罩 是由荷蘭的代理商自行採購的 而中方的企業在出貨以前 就已經告訴對方 這一批口罩不是醫用的 連出口的報關手續 都寫著非醫用口罩 華春瑩就說 為在目前全球嚴峻形勢下 中國就是各國所急 有些企業日以繼夜地加班 為國際社會提供各種物資 而中國有關部門也剛好頒布了 更嚴格的監管措施 中國善意提醒使用者 在購買和使用之前 請仔細核對產品用途和使用說明 避免急蹤出錯 不將非醫用的口罩配於醫用 部分媒體在未搞清事實以前 炒作中國產品品質問題是不負責任的 嘩 真厲害 總之有錯就是別人的錯 肯定是人家不懂得看說明書 所以才搞出大頭髮 中國就一早就告訴你了 也不是醫用的 我又有疑問 不是醫用的口罩 那有什麼作用呢? 是否用來裝飾用呢? 不過這種強詞奪利 你是永遠無法爭取的 另外我還有一個疑問 他就說中國就急覺國所急 有些企業日以繼夜的加班 我真是想請問 關外國什麼事呢? 人家是給真金白銀買你的貨品的 不是歇數的 更加不是中國向外國捐贈 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的廠家是有錢收的 工人是有薪出的 那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出來標榜呢? 而且你中國也非常急於復工復產 又急於找經濟的發展 根本上就是各取所需 反正你那些輕工業 都已經是遭到外國大規模的取消訂單 現在難得人家是對於這些醫療物資 是有所求的時候 那你就大規模去生產 根本上就是各取所需 有什麼特別呢? 而且你比別人急 你中國前陣子就已經停產了一段時間 而且停工容易就復工難 你目前很多企業都是沒有東西生產的 不是那些原材料或者零部件未到位 就是那些上下游的企業 根本都未準備好 所以現在難得有訂單 那你應該撿到才是 還拿這些東西出來標榜 你不要買一批 所以大家又看到台灣和中國的外交 真是天冤之別 台灣堅持所有台灣製造的產品是要優質的 令到用家可以安心使用 而中國就一美意量大力力去取勝 有理沒理就全部去投產了 所以品質就良有不齊 不是哪能來 這麼多外國人投訴才行 台灣在推行口罩外交 向外國捐贈醫療物資的時候 就沒有打羅打鼓的大肆宣揚 最多是由蔡英文總統出來 開記者會講下 至於中國就搞笑了 有些是送給人 而大部分就是賣給人 只不過 所有送也好賣也好 一律就當是支援來扮 而且就打羅打鼓告訴別人 我正在幫你 經常強調一件事 報恩論 經常說那句 敵水之恩 湧泉以報 經常想搞道德勒索 台灣從來不是搞這一套 所以台灣真正得到外國的稱眾和讚許 中國也很想恨 恨到眼睛也很紅 只不過 到底你以一個什麼態度對待別人才行 你支援那些歐洲國家 故意要繞過歐盟 你也故意想架空歐盟的地位 歐盟自然就會和台灣走得近 這些是自然不過的事 台灣目前就被排拒在世衛組織以外 但是中國在世衛裡又如何呢 現在的世衛組織 到底公信力還剩下多少可言呢 很多國家根本都不再按照世衛的指引來做事 說起世衛 又要說回昨天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那一篇回應 他公開向廣播處長梁家榮 以及港台記者去問責 他說其中有一句 眾所周知 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均以主權國家為單位 作為政府部門和公共廣播機構 香港電台必須對此有正確認識 不能偏差 這件事就有問題了 邱騰華局長 原來翻查資料 在世界衛生組織當中 有兩個正式的成員 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分別是紐西蘭王國聯繫幫 紐埃和富克群島 只是這個例子就已經推翻了邱騰華局長這番說法 也不是每一個聯合國的成員國 都必然是世衛組織的正式成員 有一個是沒有參加的 這就是歐洲列支敦士登 根本是邱騰華局長說這番說話以前 好心你先查清楚資料 紐埃和富克群島不是獨立主權的國家 未曾宣告獨立的 仍然是under這個紐西蘭王國的 為什麼你不去查清楚呢 你一向梁家榮局長問責 幸好港台站得硬 港台發言人說 當日播出的節目在提及到台灣的時候 就以地方來形容的 本身就沒有任何取態 港台在審視了全集內容以後 認為那一集的節目並沒有違反一國兩制的原則 也沒有違反港台約章 說得非常好 變成公開頂撞你上司邱騰華局長 所以梁家榮局長很厲害 你是有風骨的 起碼你沒有在別人批評你的時候 馬上就跪下 只不過我就覺得 到底梁處長能不能夠 順利完成這個任期 去到明年才正式退休呢 就有移民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年1999年 港台有個節目叫做香港家書 曾經請過中華旅行社的總經理 上去發言 他在香港家書當中 就提及到一個很敏感的 叫做兩國論 在這樣的情形下 就發表了 於是引起爭議 當時的廣播處長就是張敏儀 張大姐 後來沒多久 張大姐就被調任了 去了東京做駐東京的經貿首席代表 就是離開了他長期服務的香港電台 當時很多人都認為 是跟港台破天荒的邀請 中華旅行社的總經理 去做香港家書的嘉賓是有關的 因為這個中華旅行社 其實就是當時台灣駐香港的代表單位 目前港台就是 變相是公開和邱騰華局長唱反調 甚至乎頂撞他 故此我對於梁家榮局長的去向 就真的很大疑問 到底他能不能夠做滿任期呢 我希望他做得滿 好了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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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